大家好 我是李安 中国餐饮文明天下 从古至今 也是在东方已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文化 作为影片也是男女的导演 拍摄此片使我有机会领略中国餐饮 再加上我在西方的生活经历 相比之下 我觉得名以实为天的意识 在我们东方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得以体现 但是正因为受到中国传统餐饮的影响 并随着现代人生活水平又不断地提高 食用鱼翅羹 中华群 野生蛇 熊掌等等 被视为一种时尚 在人们食用的野生动物中 有许多被国际和国内立法列入保护名单的 但由于社会上的不良饮食风扇 促使大量商贩 铤而走险 不断将更多的野生动物逼向秉临绝种的边缘 所以当你下次举块品尝珍奇野味 一把口服的时候 请仔细想一想 你手中的筷子将围继到这些物种的繁衍 希望大家一起帮助我 支持维护亚洲生态计划项目的开展 不要使用珍奇野生动物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